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摩天楼被拥抱 因为它一直被当作是一个城市区域 现代化的指标 中国的摩天高楼数量是全世界第一多 在中国大陆150公尺以上 就是相当50层楼高的高楼 竟然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允熙 没错 我们要来看的是 2020已经落成启用摩天楼的前十名 第四名在哪里呢 是在大陆 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它很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大陆保险巨头 中国平安的总部 而第七 第八名也是在大陆 名字也很像 它都叫周大福金融中心 一个在广州 一个在天津 高度也很类似 都是530米 而另外这个第九名 是中国尊在北京 很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大陆中央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 很多都是金融中心 或许他们是特别希望 能够特别突出 大家一定立刻想到 我们的台北101 允熙要告诉我们 它现在是全球第10名了 其实它在04年的年底那一天 曾经拿下世界第一高楼的宝座 而这个位置 它坐稳了5年又5天 到2010年就被取代了 而第六名要跟大家说的 这个地点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它是在纽约 是世贸中心的1号大楼 而第五名离我们比较近 它在韩国 是在首尔的乐天世界塔 乐天世界塔很快要被取代了 在2026年南韩这个现代汽车 它的总部会在当时落成 而它就会超过乐天世界塔了 好 南韩的第一在六年之内会换人 那现在的前三名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是位在杜拜 好 这是哈里发塔 喜欢观光的朋友 可能有人已经亲眼看过 另外全球第二名是中国大陆 位在上海 那么至于全球第三名 是在沙奥地阿拉伯的 麦加中塔饭店 在这个楼高 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全球十名的排列 不过接下来要关注的 是它会把这个哈里发塔 会把第一名的宝座拱手让人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 它的王储 一手推动打造的吉他塔 楼高1008公尺 将会在明年落成完工 谢谢大家